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旺世界 可乐相信没有一个人是陌生的 估计也有很多人也是可乐不离手 尤其是现在天气比较热 喝一口可乐绝对的消暑解热 不过饮料喝太多对身体也不是很好 虽然很多人知道可乐含有二氧化碳 对身体并不是很有利 但是却难以抵挡可乐的魅力 如今可乐的销量依旧是引领了饮料界 深受大人小孩的喜欢 不止如此,可乐还被发现了很多新功能 不少人也开始了关于可乐的挑战 相信大家都知道,可乐去屋的能力非常好 不少人挑战用可乐刷厕所 最后的效果比很多清洁剂还要好 令很多人惊叹 对于自己经常喝的东西有了新的认识 除了刷厕所,不少人还在探索可乐的新功能 最近就有不少外国朋友居然挑战了用可乐洗头发 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老外买了10瓶可乐 让自己的朋友们将这些可乐一股脑的 全部都倒在了自己的头上 因为有二氧化碳 可乐还像模像样的起了不少的泡沫 老外也非常认真地揉搓起自己的头发 只洗头发似乎还不够 老外还用剩下的可乐洗了一把脸 估计可乐也没想到自己除了可以喝 居然还可以全套的洗护 因为用了太多的可乐身上发黏 老外似乎也有点受不了 开始用清水冲头发 吹干之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可乐洗过的头发和原来的头发差距还是很大的 用可乐洗过之后 老外的头发似乎变得坚硬了很多 光泽度也有很大的变化 头发摸起来 手感也有很大的变化 一头柔顺的头发 在经历了可乐的冲洗之后 忽然就变得不怎么听话了 这一波挑战 不知道老外对可乐洗头 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呢 看完了 你有没有想要去挑战一下呢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